好朋友买了一辆奔驰的GLC 今天来看一下它的这辆新车 因为GLC马上就要换代了 所以他买的这一款是旧款 换代前的款便宜了大约四万块钱 本来一般是买车的话买新不买旧 但是我个人认为像奔驰的车的话 新旧的这个车型相差是不是特别大 尤其是在外观方面 有时候可能原来的款的造型还更经典一点 这个后排的空间可以了 后排好大 你看我前面我已经是挪得非常厚了 挪得非常厚了 还有两全多的这个空间 我已经挪得非常厚了 这个你看已经在这个B柱的后面了 所以这个GLC加L以后 拉长以后 这个后排的空间确实可以了 而且他的坐垫的一个宽度 都比较大 并不是说牺牲坐垫的宽度来扩大这个后排空间 你看如果是前排的这个位置的话 就非常非常大 分段的天主 怎么样优惠四万元的这个GLC 你敢不敢兴趣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